厦门市吉美区总工会第八届四次全委会昨天召开 选举增补台湾职工张本树为吉美区总工会兼职副主席 张本树来自台湾高雄2004年来下工作至今已经14年 目前在吉美一家台资企业供职并兼工会副主席 当天的选举全票通过张本树为厦门市吉美区总工会兼职副主席 我也希望说我可以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 吸引更多的一个台资的一个职工 加入像是企业的一个工会的一个组织 然后更好的可以促进企业跟呃就是员工之间的一个和谐发展 厦门吉美区现有两个国家级台商投资区 区内共有职工上百人以上的台资企业39家 台籍职工251人 这也是吉美区总工会率先贯彻福建省总工会 今年6月出台的 关于促进闽台职工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之举 这个措施明确 为在闽工作的台湾同胞提供与大陆职工同等待遇 鼓励台湾职工依法加入工会组织享受相应权利 履行相应义务 率先探索台湾职工担任工会兼职 挂职副主席或中层部门负责人等 因为他们是台籍 他们更了解台籍职工的需求 同时呢 他们作为一个桥梁 能够把台籍职工的需求来 这个反映到我们工会 我们呢能够给他们提供更贴心的服务 感谢观看